小優 同學來了 小優男友小劇場豐富 過夜前前信心喊話 我的男朋友 她每次帶我去她家的時候 她第一件事情衝到廁所 收牙刷 對… 或是有別的女生的什麼用品 她可能是打開廁所 然後照鏡子 對啊 妳確定妳真的要帶小優回來嗎 還要跟自己信心喊話 都已經在一起了 今天沒別人的 幾乎補下去 你們看腦筆 妳都坐沒辦法 兒子小手術麻醉 理心腦筆過頭不給睡 醫生就在跟我兒子戴那個 麻醉的面罩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 他好像有離我而去 我就開始咬過他 我說是 她明明 應該要睡 妳還不讓她睡 OK 妳剛剛在開錄前跟立東咬耳朵 妳是在講我壞話嗎 還是妳們等一下聯合整我 妳想太多了啦 我是真的在咬他的耳朵 讓他痛一下這樣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我是不是在跟他聊說 怎麼這一場又有小優很衰啊 蛤 什麼 真的很衰 同學來了 女人啊 星星啊 妳的小劇唱天玩了沒 哇 現在變成一棟舞蹈了 對啊 大家要有精神一點 是 好不好 妳們才要醒醒 對 女人啊 醒醒吧 帶一點情感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男生常常會覺得說 女生很難懂 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 我們這邊有一個網路的資料 Line Today證明出來 小劇場最多的前三名 哪一些星座 第三名是天秤座 第二名是巨蟹座 第一名是雙魚座 心思太心理容易想太多 陷入情緒的漩渦 好 這個的確 因為雙魚座算是 偏比較浪漫一點的星座 所以難免會有很多想像 對不對 對 問我們今天來賓三位 我就是雙魚座 三位都是小劇場女王 小劇場女王 小優就是雙魚 我是巨蟹 我巨蟹 浩如姐巨蟹 第二名 我是金牛 妳是金牛 上身是 上身應該也是 上身我覺得可能應該是某一個吧 因為我很愛做小劇場 小劇場王 對啊 很多面向的也有分什麼愛情的 或者是家庭的 或者是每次的小劇場 都是跟自己有關的 真的很容易小劇場 我只要看到有人的線動 比如說我喜歡那男生 他PO一個情歌 我就覺得他是PO給我的 我就一直 他一定是在唱給我聽 對啊 你哪來的 一定是PO給我的 不是小劇場是想太多吧 他就一直說 我這十幾二十年來 我都不換電話 以防有前世情人打給我 因為我希望像大S一樣 有人會打電話給我 他真的想太多 對 妳假如長得像小優這樣 也只能自己想 對 因為妳不想沒有人會想她 什麼意思 妳怎麼 對 沒有 我說人的能力有分很多種 妳的想像力特別豐富 那就是妳的才華 那是妳的超能力 想像 對啊 而且我們有時候會 就是想比較多也是有好處的 就是我們可以先想些 未來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對 先假設 對… 先假設說如果發生的事情 我們可以先怎麼樣處理這樣子 對 對啊 妳們都不懂 對啊 今天我們就這三大 可以說是我們的這個 編劇 編劇家 謝謝… 等一下來看她什麼 什麼奇怪的荒唐的行為 好 OK 首先這個我們要來聽這個 妳先光說這個地震一來 是 我的一點都不荒唐 我是合理的展開分析 我可以自己想像好嗎 好喔 因為我地震的時候 一大早嘛 然後家裡就有一個人 我老公送小孩上學 那地震之後大家很慌張 而且大家搖得很大 我就衝去了冰箱旁邊躲 然後邊躲 然後邊打電話 給我老公 要確定一下我兒子的安危啊 對不對 因為他送小孩上學嘛 當然 然後怎麼打都打不通 天啊 妳說妳能不去想嗎 因為我老公不是一個 就是不接電話的人 從來沒有不接過電話 妳就會想 被露樹壓到了 或者是追撞了 在土石堆裡 對 被房子什麼垮了 因為妳在家裡 卡在隧道裡 這麼大的事情 妳說我這個叫小巨像 我就合理的想像 跑馬燈都跑了一點 對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然後 老公沒了 可是兒子怎麼辦呢 是不是 然後就準備衝出門 衝去學校 妳已經想到老公已經沒了 老公沒了 可以找新的 兒子不能沒了 怎麼辦 老公買起來就買起來 我兒子被買起來 我徒手也要給他挖出來 而且老公沒了 他也笑出來了 老公已經笑出來了 就是非常的夾雜的一絲竊心 長的錢都可以拿出來 痛病快樂者 對 然後我去衝去 我衝去學校找兒子 然後在我準備要下樓梯的時候 學校老師很體貼 學校老師發來了報平安的消息 說那個 說我兒子就沒事 請媽媽放心 那還是要繼續找爸爸 回去找爸爸 所以妳就上郊遊網站了 衝我天啊 還要開郊遊 地震完之後就馬上找新爸爸 是 就還是一直 一直打我老公電話 還是要找舊爸爸 對 還是要找是不是 可是你們不會有這種 地震症候群嗎 就是常常 譬如說上大號上到一半 我也會覺得怎麼辦 如果現在地震來了 我現在上大號上到一半怎麼辦 假不斷怎麼辦 或是說我現在在家裡襪 如果穿著內褲沒有穿內衣 我等一下地震來了怎麼辦 對 妳有想過 會 我有耶 好像不會想 沒有耶 對啊 那大便大到一半 地震要怎麼辦 是不是 很緊張啊 要大完嗎 所以那時候心裡就很惶恐 覺得以後要穿得很好這樣 對 我以前在家裡穿很少 我最近地震之後 我最近就穿得還滿整齊的 因為我想說你穿很少 妳挖出來雖然有命了 但是沒尊嚴 真的 我有個朋友 天啊 還會想到這麼遠 我也跟你講 是不是妳穿很少人 妳在家裡面穿晚禮服 想要幾遍的走 我突然覺得我還好 我覺得她好像有點誇張了 她很誇張 對啊 地震應該也還好 就過了就過啦 對啊 好像太擔憂了 是不是因為沒有人打給妳 對 反正也沒有人關心妳 小優也不知道要打給誰 因為反正她平常打給誰 可能大家都不接 哪有 每個人都換電話 像10萬筆記本這樣 很多人要打給我好不好 真的嗎 還不是一些吹腳電話 然後不是地價稅要來吹腳 對 對啊 你們也不要直講李昕姐 因為你們兩個 今天還有人證來到現場 要來指控你們 這樣就有多會腦補 好不好 首先 第一位來形容一下 這位編劇有多誇張 來 我要哭訴一下 那個喔 最愛腦補自己很紅 然後自以為上了很多節目 全台灣的人都認識她 這個是有變聲 這個是有變聲 還是生衣本身別討厭 這有點柯文哲有來到現場 對… 她說自以為很紅 說皓如姐自以為很紅 說我是不是 對 然後覺得全台灣的人 都要認識你 不一定喔 說不定是小優 也有可能 我平常都是黏著姓名貼紙出片的 所以還好… 不黏 不黏的話大家會叫錯嗎 對 不然你叫成李多惠嘛 對不對 最近比較有多這個困擾 你在幹嘛 沒有啊 她是放棄自己 我們就跟她一起放棄啊 自己騙自己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可能是皓如姐喔 好 那我們來歡迎這位控訴人出場 歡迎 是誰呢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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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可哥來了 不說八道 麥可哥 歡迎啊 不說八道吧 結果麥可哥坐下來說 對 其實我是控訴小優 就好笑了 麥可哥應該就是在講皓如姐吧 對不對 對啊 其實這個喔 這件事情就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上個月啊 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家附近有一個新的餐廳 我想說去吃吃看 就把我們一家四口 我們帶進一個餐廳吃飯 結果吃一吃呢 菜也點完了 這時候老闆就送了一個現菜小魚 老闆說 招待 招待的 是不是 這個時候馬上老闆一走 皓如馬上反應很大就說 唉唷 是不是認出過來 結果咧 後來我們吃一吃吃吃吃 菜快吃完了 這時候老闆又拿了一大盤水果過來 天啊 放在桌子上 皓如說這就 這個就是一定是認出我的吧 認出來了 我就說真的這樣怎麼會這樣子呢 怎麼會送我們水果 然後他就說 那這樣這個老闆這麼大氣 是不是我應該跟他拍張照 然後後來老闆來搜桌子的時候 應該的 他就說 老闆要不要拍張照啊 那老闆就說 要幫你們拍大合照嗎 然後皓如就說有點尷尬你知道嗎 尷尬死了 對…要拍大合照 然後我們後來看旁邊 旁邊也有一道現菜小魚 也有送的水果 每一桌都送來 不是特別的 我跟妳講 那都真的很尷尬 尷尬 我真的覺得台北人真的要檢討 什麼啦 就是因為台北人真的很難捉摸 我們去中南部 只要逛夜市在路上 中南部的人很熱情 他看到你認出來他都會直接叫 就會很明顯的感受 可是台北人真的很默默你知道嗎 他有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你又會怕失禮 如果他真的是認出你呢 有些是默默送了一大盤的肉 你也不曉得 後來你真的在結帳的時候 他才說 請問你是那個楊小姐嗎 希望你吃得愉快 你心裡就想說 我才說不好意思… 那我幫你們打個卡 他就說好…謝謝 就是有些台北人 他不想要打擾你 但是我也不想要失禮 白吃你們這些東西 所以我才在想說 在台北吃飯的時候 我自己要看店家的 對 看顏色 但我覺得幫打卡就好 千萬不要自己問要不要合照 之前我也有遇過 真的 你有遇過嗎 就是你去問人家要不要合照 在吃飯 然後那個店家也是這樣子過來 然後就指 他就看我們都親切的打照物 然後就指了一下楓田的手機 然後楓田就說 OK 可以 我們可以合照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沒有 我是要問你們 因為他是用 他是用QR code掃菜單 好尷尬 然後楓田就很尷尬說 沒關係 我們還直接可以拍 好尷尬 對啊 超尷尬 超尷尬 對 最後結帳 也是一樣原價 沒有 你想太多了 而且因為台北人有時候 就很奇怪 不認識也要裝認識 像很多那個電視台的警衛也是 我每次要停車 我也是說 我常來錄影 妳應該知道我是誰了嗎 對 警衛也不好意思 知道 旅文婉 旅文婉 旅文婉抵達 旅文婉抵達 天啊 這種啊 這種我是不是又要自己報名字 有發生這種情況 是妳比較不開心 還是旅文婉比較不開心 妳們兩個誰問妳比較不開心 雙吃 妳真的不知道 妳也要說沒關係 我真的不認識 請問您 請問您是哪一位我要對名字 她也不好意思她也說 對…那我知道… 好… 又這樣子 又發生笑話 我是真的去逛街的時候 有人真的走過來 拍我然後說 我可以跟妳拍照嗎 我說 我都已經戴帽子戴成這樣 妳還認得出來 就有點跟她開玩笑 還認得出來 她說 對啊 溫生豪拍一張嗎 唉唷 那溫生豪應該拍照 又是假故事 她跟我講的時候 我心裡面想說 大概常常看節目 就我在開這個玩笑 她也在開 我就 所以妳都有看同學來了 我就這樣問她 她就說 沒有啊 我都看妳的戲 認真的 然後我就說 妳有看 妳有看茶巾是不是 有 有看啊 我覺得妳演得很棒 就這樣 妳是不是上身雙語還聊 沒有 我就 我就真的拿她的手機 然後我們就合照了一張 然後我就看 我就默默的送她 就這樣 我送妳一離開 她就這樣走了 好 這個 我們今天是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空位 還有第二位證人 來…我們請發聲來控訴 我跟你們說 這個人 他相信 全世界的男人都是喜歡他的 他一整天都在擔心男人 都在擔心男人 擔心還他 都覺得大家喜歡他 擔心 有是什麼 小優啦 誰啊 對啊 不會啊 我真的覺得他們喜歡 自信爆表 我沒有擔心 自信爆棚 好 OK 我們來歡迎這一位 歡迎正人出場 有請 是誰啊 誰啊 是舞陽 舞陽跟小優很熟嗎 為什麼啊 一跳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成績性 我跟小優很熟 我們曾經是 真的 為什麼 什麼時候啊 缺嫌的時候吧 這是真的 就是通告都要接嘛 那時候很辛苦了 對啊 通告 什麼通告都要接 有一次我被丟到荒山野嶺 然後我要打一個電話 就是叫一個人來救我 那個人就是田舞陽 只有他來救我耶 田舞陽你那麼閒喔 沒有通告啊 那麼閒 所以你有覺得舞陽有喜歡你嗎 這是不能說的秘密了 那我不能說的秘密 好可怕喔 可以說啊 真的好可怕 可以說啊 說出來 他今天都來了 我們節目站我允許你動手 我今天都來了 來解答所有的網友 不要再誤會我跟小優在一起 好不好 拜託了 有一次你有喜歡小優嗎 我跟小優是好朋友 沒有什麼 就是喜歡的朋友 等一下 假如你沒有喜歡她 你怎麼可能忍受她 然後變成她的好朋友 什麼意思 我很多好朋友 張立東也是我的好朋友 張立東你是小優的好朋友 張立東會覺得你標準 我以為你標準很高耶 張立東 天啊 立東你給我實話 所以在荒山她打電話給你 你會去救她 她已經完全呈現聽不到狀態了 你會去救她 龍了… 天啊 張立東 你的妹的素質都很好啊 糟糕了 什麼意思 我覺得她是因為這樣 她是來自巴西 比較熱情 比較熱情 太熱情了 她誤會了 我是個好朋友 可是我跟妳講小優了 她就是那個小巨城的公主 真的太誇張了 真的太誇張了 我上次她邀請我去她的生日派對 對不對 我知道了一兩個小時 我想說 可是小優在哪裡 結果發現那個坊間的角落 我不開玩笑 大家忘的地方很亮喔 唱歌 吃東西 喝酒 如果角落那邊很黑暗的地方 就是默默的就是躲在那邊 一個女生說 我就過去了嘛 就發現是小優嘛 壽星 我說壽星 小優你怎麼了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結果她跟我說 我跟妳講 她就把壽星拿出來 妳看她 她還沒來 我說這人是誰 是我喜歡的男人 她本來要來嗎 她答應妳要來嗎 她說如果她有空她就會來 她還沒來 妳就趕快來跟大家一起玩對不對 對啊 她完全不理我們了 就在那邊一直搞自己的小劇場 那是一個我比較慘痛的經驗 剛好被她渡到 因為那一次就是因為我喜歡那男生 我一直覺得她會來我的生日 我覺得那個機率高達80%的那種 所以我就為了她精心打扮 然後辦派對 然後還幫她留一個位子 然後還一直說 妳到底會不會一直來 結果她真的沒有出現 天啊 我真的從那一天12點切蛋糕 哭到5點 那個男生是誰啊 我們要請她吃飯 誰 我的意思是說 要好好跟她談一談 怎麼可以這樣傷妳的心 還是妳自己想太多 對 結果隔天我就密誕男生 那男生就說昨天好玩嗎 那就是她完全就沒事的樣子 她說 妳不是跟朋友玩得很開心嗎 我居然就為了她哭了5個小時 那她為什麼沒去 對啊 那整場派對是為她舉辦的 也不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覺得她會來這個派對 那她就說 我本來就沒有答應妳 那妳為什麼覺得她會 妳為什麼覺得她會 因為我就覺得她喜歡我 但其實就是誤會 她沒有喜歡妳 她沒有喜歡妳 都是妳的小劇場 哇 沒事啦 天啊 我真的很鬆語耶 我真的哭了5個小時 真的很慘 那妳覺得 妳覺得男生做什麼舉動 妳就覺得她會喜歡 她在喜歡妳了 她連放屁都會以為她喜歡她 我跟妳講 她什麼事情都會以為妳在喜歡她 看她一眼 不要看到她一眼 看到小優就放屁 然後小優 她喜歡我 這是為了我告白的 她的屁都給我聞 聞好聞滿 我真的也不是話事 我覺得大概就是 我們如果正常的互動 她會約我出來 或是跟我一起單獨出去吃飯看 我就覺得應該是 還好吧 還好 真的還好 這個男生那個 我約的那天 就是我們都有做過這些事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單獨去吃飯看電影 有吧 有吧 像小優這樣大家就覺得說 反正就是很可愛 她很好聊 對 有一些男生會 對啊 或者是那個男生 說不定是妳出錢的啊 沒有啊 對啊 她吃不起啊 看不起電影啊 那個男生出錢的 那個男生很大方 想太多了啦 就一般的男朋友而已啦 好 OK 同學們 有沒有什麼腦補的情況 我有耶 因為 像浩如姐說她有那個地震PTSD 我是看恐怖片PTSD 因為我每次看了恐怖片 就會覺得有鬼 或是會覺得有人想要殺我 那時候就是看了恐怖片 我都沒有辦法就是正常洗澡 我一定要帶挖鏡 因為 帶挖鏡 為什麼 帶挖鏡洗澡 我真的怕眼睛 什麼意思啊 妳洗頭的時候 妳眼睛 更容易摔倒啊 然後妳一睜開眼 然後就會有女鬼衝燈 那個浴室電話把妳跳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我不能睜眼 如果我一直這樣帶著挖鏡 睜眼的話 那個鬼就不敢出來了 所以我就要一直睜著眼睛 然後帶挖鏡洗澡 才敢洗頭 妳會嗎 我會怎樣 就是有這種腦補的啊 小劇場啊 我腦補都是腦補好的 小優男友小劇場豐富 過夜前先信心喊話 就是當時我的男朋友 他每次帶我去他家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衝到廁所 收牙刷 對 或是有別的女生的什麼用品 要先收起 小髮夾什麼 對 他可能是打開廁所 然後照鏡子 問自己說 你確定真的是小優嗎 對啊 你確定你真的要帶小優回來嗎 然後自我懷疑之後 再出去 還要跟自己信心談話 都已經在一起了 看著自己說今天沒別人了 就他吧 就他嗎 你幾乎補下去 你不要開腦補 你就找沒別人 你就給你補下去 全家都腦補 妳會嗎 我會怎樣 就是有這種腦補的啊 小劇場啊 我腦補都是腦補好的 往好的方向 對啊 比如說我有喜歡的男生 我就會腦補一些粉紅泡泡 因為會想一想一想一些 我們會去約會啊 他會做什麼貼心的舉動什麼的 那即便他沒做了 你也會幫他想 我會幫他腦補 他說 他沒有幫我準備禮物 一定他最近工作太忙了 我覺得他好上鏡喔 這樣 他沒有送我回家 一定是他工作太累了 對 他剛剛呼我一巴掌 打就是情嘛 幫我打蚊子吧 應該是我臉上有蚊子 超愛蚊喔 不是啦 我就是會那種會 自己製造很多粉紅泡泡 然後時間一拉長 才是泡泡會慢慢的幻滅 才可以發現說 這個人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懂 所以之前有人說 有些男生會說 我掃一個樓來吧 陪我去特立屋 陪我去IKEA買個收納櫃 女生跟在後面就整個自己換箱 他要給我一個家 他一定要跟我求婚了 他一定要跟我求婚了 我的這個電視要擺在 這一定是我們的沙發 然後就是兩個一起試那個床有沒有 對 男生明明就只是要去買個 什麼花瓶 買個小東西 對 哪一個起司 什麼羅來馬那種 自己可以這樣子 一直無限上綱的想像 就說 當然 我要變成她的老婆了 當然 她要當自己人了 真的 要選家具了啦 對 對 房子都準備好了 連這個也要我陪她去 真的是可怕 真的 真的 覺得自己的太太 親身經歷啦 直接要控訴她 當然 我跟你講 回家馬上洗澡 對她來說 她會覺得我是在外遇跟殺人 殺人 殺人 就是變成劇 就是這麼誇張 這是什麼社會檔案 殺人 就很奇怪 對啊 因為妳知道我們有時候 在外面應酬 因為有時候那個場合 譬如說燒肉店 你身上都是油煙味 或者是周遭 譬如說你去錢櫃唱歌 可能旁邊有人會抽煙 抽煙到你身上也滿身煙味 妳回到家我第一件事情 當然是想把髒衣服換掉 拿去洗一洗跟洗澡 那我一回家做這件事情 她竟然說 唉唷 妳剛剛是去哪裡 是不是有 就把身上的香水會洗掉 妳是去什麼地方 做什麼壞事 真的啊 一定的啊 對啊 可是又很奇怪 有時候如果晚一點回家 小孩睡覺 我就覺得喝多了 我就想說那不要洗 就直接睡覺 所以我到底要洗還是不洗呢 就是要固定 固定 對啊 事出反常必有妖 要不洗就一直不洗 對 要洗就一直 要有妖 因為這個差別在 如果是我跟她出去唱歌 如果有朋友的局 是我跟她一起出席的 然後她通常 回來都不會洗 就直接睡覺 我就會說妳今天上了班 然後出 那這個有鬼 對啊 我就去吃飯 我說妳一整天為什麼不洗澡 她就說 可是她自己出去喝酒 回來都會馬上洗 馬上一進 她就脫衣服洗 而且她就不是 不是脫到我們家的洗衣欄裡面 大家一起洗 她只洗她自己身上那一套 很奇怪喔 很怪 然後她就馬上 心理學家好像說 這是要洗掉自己的醉 醉 對 她就馬上進衣服不落地 洗衣服之後 她馬上進去洗澡 洗澡對不對 洗頭洗澡 這有一點可疑了 那妳為什麼跟我在一起這麼髒 她都是 這是有可能 因為以前那個 當然我們是說 我們是看那個影片 是人去外面 譬如說摸了很可愛的狗狗 就是狗的嗅覺特別靈敏 你一回家的時候 家裡面那個寵物的那個狗狗 她知道你有狗味 她知道 她一聞就知道這個什麼味道 她就知道 然後她又很生氣 我在猜 就是Michael哥可能有在外面 可能也是摸人家頭 而已 摸什麼頭 哪裡的頭 摸了一下 不小心碰到一下而已 但她就早就覺得糟糕 糟糕 千萬不能夠讓妳有多餘的想像 所以她就趕快 所以Michael哥你怎麼解釋 我覺得那腦補真的會傳染 我剛才講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回家會洗澡是因為 只要小孩睡了 我就不想洗 小孩沒睡我就會洗 因為小孩會抱妳 會抱妳 對 浩如不會抱我嘛 所以就沒關係 她的抱怨妳耶 可是她也有可能是因為小孩抱她 就一抱小孩很誠實 對啊 她也怕 她也怕 她怎麼認得出阿姨 雙保險 對啊 不是媽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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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哪一個阿姨 沒有啦 小孩都抱了有厭惡味 她會說爸爸偷抽菸是不是 但我已經戒菸了 對 所以不會有阿姨的味道 是妹妹 不是啦 不是 妳剛剛還開這種玩笑 就是嘛 那些臭海鮮的味道 臭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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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值得 那個餐廳不衛生了啦 我覺得 我覺得妳的懷疑很合理 因為我之前也有懷疑過一個行為 就是當時我的男朋友 他每次帶我去他家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衝到廁所 然後為什麼 我就覺得有鬼 收牙刷 對 收牙刷 或是有別的女生的什麼用品 他要先收起來 小髮夾什麼的 對 男生這招是不是一定有問題 對啊 也是有可能 假如妳跟一個男朋友 他有別的對象 我們是絕對相信 怎麼會 覺得像是個頭 他可能是打開廁所 然後照鏡子 問自己說 妳確定真的是小優嗎 對啊 妳確定妳真的要帶小優回來嗎 然後自我懷疑之後再出行 七七八戀 他要跟自己信心行外面 其實妳見證 都已經在一起了 看著自己說今天沒別人了 就他吧 就他嗎 妳幾乎補下去 你們看腦補 妳就找不到人 妳就把他補下去 你們全家都腦補 就告訴你眼睛一滴就過去 對啊 怎麼辦 對不對 好 還有什麼 我們男生來講一下好了 講女生到底 女生到底多腦補 我真的覺得你們 女生真的不要再無中生有了 就是我有一次真的超級扯 就是我半夜睡到那凌晨4點 然後我女朋友就忽然驚醒 然後開始尖叫加大哭 然後就是我就想說 是怎樣 妳被附身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拿那個枕頭瘋狂 開始打我 就說 我想說 我什麼時候跟別的女生耳機 什麼時候在哪裡 然後他就說 我夢到你跟別的女生 在監運站耳機 然後我就一邊壓我的那個起床器 然後一邊跟我女朋友說 沒事啦 寶寶 就是我在啊 我怎麼會 我很乖的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然後我要去抱他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 你不要碰我 這個很難 對 然後 你噁心 一人分四二腳分得不錯 然後他就跟我冷戰了一個月 最厲害的來了 這麼嚴重 對 最厲害的來了 他就跟我講說 就是因為我在外面有做虧行事 然後老天爺要 說這個就是在暗示我 你有做這些事情 老天爺給他開心 太厲害了 你女朋友是不是雙魚座 牡羊座 牡羊座 衝動一點 沒有… 你們有沒有看那個老高的影片 老高說人在睡眠的時候 是跟這個宇宙連結最深的 來了… 那是宇宙的訊息 那個高我 你知道嗎 高我跟宇宙 所以你常常解不開的題目 或想都想不通的人生難題 你睡一覺起來突然都通了 對 所以是覺得說 這個是老天爺在給妳 有時候是一個帥 十點秘境 有可能 這才就叫做 好可怕 完了 這個這怎麼辦 如果他們硬要這樣想 他們都覺得可以合理化 來 我跟你講 今天還是有 人沒有到場 可是他有帶影片來 看他有多氣 還要來控訴你們 是誰 是誰這麼英文不散 就是英文不散 就是已經埋起來 從圖裡面爬出來的 你老公 我們來看看 我老婆這個人啊 平時她的內心小劇場 就特別多 特別豐富 我記得有一陣子 她因為工作太累 於是呢 我帶她去醫院檢查 那醫生也檢查不出什麼毛病 就說一切都正常啊 於是就安排她 過幾天去做那膀胱鏡 然後就回家等待這幾天呢 的時間裡面 我老婆就開始給我上演 藍色生死臉 她就跟我說 老公 萬一我得了不知之症 救不活怎麼辦 到時候 你一定要好好把 我們的兒子給養大 如果你一個人孤單寂寞 沒關係 我允許你去交迷朋友 但是18歲之前 絕對不可以把他娶進門 因為怕後果會欺負我兒子 然後她還說呢 如果我工作太忙的話 沒辦法照顧我兒子 就把我小孩呢 送回他們老家給他爸媽帶 我聽我老婆這樣講著講著 我內心就開始很難過 因為她講得太真實了 我就開始思考我的人生 萬一真的發生 這個事情我該怎麼做呢 結果呢 做完膀胱鏡爆爆出來了 只不過就是膀胱發炎嘛 醫生說吃個藥多休息多喝水 那就好啦 我不曉得那幾天演那幾出戲 到底是在幹 很合理 這個事情我要講一下 想太多了 沒有 我要想一下 沒事嘛 交代後事耶 我血尿了兩三個月 然後去做了血液的那個檢驗 然後什麼腎臟血癮都做了 查不出毛病最可怕 怎麼會啊 對啊 所以醫生之後 我排了膀胱鏡了嘛 要做膀胱鏡 最後一關了嘛 最後一關 所以我回家等的時候 妳說我能不去想像一下嗎 坐立難安 坐立難安 我們就往後睡覺前 腦波弱的時候就覺得 可能真的是很嚴重的病 因為如果很輕微 一查就出來了嘛 而且我有小孩 我得交代好 把一些事情該說的說了呀 而且自古紅顏多薄命 對 我這麼好看 小優妳一定長命百歲 妳的命 後來一千年 這麼後 所以我能不去想一下嗎 很合理啊 我們女生都會萬一就很嚴重 就不好治的話是不是 我要把我兒子交代明白了是不是 而且她說她哪有難過 她那天估計也在竊息 要換老婆了好不好 腦子裡也出了十個候選人 不會 沒有 她很難過 她剛剛講的是 我就真的覺得說 她聽一聽她覺得說 真的感覺到她難過了 不是 因為血尿真的很可怕 因為你每天你如果吐血的話 你嚇不嚇人 我只不過是嚇一枚吐而已 我每天都覺得我好虛… 要昏倒了 對啊 但是有些事情是這樣的 你身體的狀況的好壞 很多時候跟你自己的想法也很有關 你要是經常正面思考的話 自己的健康其實是可以被你的思想 容易很快 我嫌妞 我怎麼正面思考 太好了 每天都是草莓汁 好棒啊 我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嚴重啊 妳那是瘋掉了 妳那不是正面思考 瘋掉了 對啊 我想說剛剛就是講到夢那個 來了 就是我姐姐她夢到神明說 我爸爸出軌了 然後我爸爸真的有小三 就是真的喔 真的 妳爸爸同意起來妳講這一段嗎 講出來 妳爸爸真的有同意妳講這一段嗎 對啊 沒有 這是補充一下 然後現在要補充別的 所以妳爸爸很恐怖 妳有犧牲的有犧牲嗎 By the way對不對 對 我想要跟李欣姐說 她可能是太幸運 才沒有就是出大事 因為我媽媽就是她有一個朋友 她就是常常肚子痛 然後她覺得可能是 就是她自己吃壞的東西 會吃到那種壞海鮮之類的 她就是常去藥局買那種 買那種那個味藥 我們講的壞海鮮是真的壞掉的 對啊 我現在已經搞不懂 不是By the way 我是暗語 不是需要洗澡那一種 玉婷也學會了壞海鮮的時候 玉婷學壞了 妳沒有聞到她身上有壞海鮮吧 不知道 有一個油垢味 她今天沒有洗澡 就是反正就是可能她覺得 自己那個沒有什麼 就去買胃藥來吃嘛 然後就是她的家人就是勸她 一定要去看醫生 她就是偏不要 然後就有一次就是痛到送急診 然後後來就是檢查出那種 然後後面她就死掉了 傻眼 這麼嚴重 這麼急轉直下 對啊 這個 這怎麼講咧 就是還是要多注意 多注意一下 就是生病有 不要護士 對 不要護士 但是有提示的時候就是要去看 妳可多想一點 但是妳會不會有點浮誇 對啊 不能自己嚇自己啊 對啊 險要耶 她那只是肚子痛而已 但是妳在妳家好像是演八點檔 八點檔演太多 然後兒子小手術 妳好像在演八點檔 這個事情 兒子什麼小手術 說起來確實有一點點尷尬 這個事情我承認稍微有點過了 因為我兒子有時候 就是確實只是做一個 有耳朵發炎做一個中耳炎的手術 很小其實 但因為她年紀小 然後醫生怕她手術過程中要亂動 所以要全身麻醉 那又因為年紀小 所以爸媽是可以有一個陪護的 就陪進手術房 然後醫生就在跟我兒子戴那個 吸那個麻醉的面罩的時候 然後我兒子就很慌張嘛 然後我就說 我就安慰他說沒關係 勇敢 媽媽在這裡不要怕 然後我就看到我兒子的意識 越來越模糊了 然後那個眼睛越來越睜不開了 然後閉眼的同時 我說那滴淚滑到了我的心坎上 我整個理智線崩掉了 我說 然後我就覺得 她好像有離我而去了 結果很怕她睡過去醒不來了 我就開始搖她 我說醒一…是不是 她明明 媽媽在這裡 應該要睡了 妳還不讓她睡 心難被小優逼當小王 張立東逃過一劫 在家裡嘛 然後一隻手刀小優的變化 然後她說怎麼了 她明明 那個聲音已經有一定在哭的顏色 我要跟你講 我就男朋友出軌了 我說 男朋友出軌了 合理吧 這個真的 喂 合理吧 不能講出來啦 我是有篩選的 要夠帥才能擔任這個角色 謝謝 因為我要找一個帥哥來氣他 為什麼要夠帥 要夠衰才能擔任這個角色 我才想說立東 立東不行 然後要擋你耶 謝謝你 謝謝 好險喔 好險喔 謝謝 她真的是妳的恩人耶 真的… 好好謝謝她 有記得 同學來了 我說 然後我就覺得 她好像有離我而去 妳就很怕她睡過去醒不來了 我就開始搖她 我說醒一… 她明明 她應該要睡的 妳還不讓她睡 對 然後我就被那個護士跟醫生就 你知道嗎 她們嚇到了 就把我攔住了 然後就把我請出了那個 手術室 然後我還在手術室門口崩潰 然後她們特地留了一個那個 護士小姐安慰我的情緒 就說媽媽我們很快啦 妳冷靜 她這個沒有任何危險 一下下就出來了 我這邊的情緒 我覺得還沒有完全冷靜 我兒子已經回 已經回到那個恢復室了 她說媽媽她已經回恢復室了 妳可以去等她了 情緒大崩潰 大崩潰 還沒崩潰結束她已經好了 我在手術室裡大哭耶 真的就崩潰 妳還造成醫護人員的負擔 我還造成人家的困擾 我本來是去安撫我兒子情緒的 結果換人家安撫我的情緒 被安撫了 就是啊 對 我覺得有的時候 會過度想像有點誇張 導致妳的理智好像先斷了 因為這個 她天天在 就醫護人員天天在經歷這個事情 所以假如當大家情緒很激動的時候 他們真的 會增加他們一點點付款 對 就好像妳去餐廳 然後每次結帳 大家在搶那個帳單的時候 妳們都沒有注意那個店員 那個眼神死嘛 對 想說我來啦… 妳那個店員 大概會演多久 要演多久 還是這齣 再來 我一世人要這樣看… 然後還有說她拿那個帳單說 不要給她買… 你給她買就完蛋囉 對 她也不能講什麼 她就在那邊超級無奈 結果這個都是小劇場 對 透露 不要增加大家的壓力了 好 這個 當然啦 因為他們誇張的行徑 是 難免大家旁邊的人會受害啦 對 會覺得 客人害到啊 有沒有誰 來 不要 因為小優 我就變這個小王了 唉唷 你是有這個機率呢 是不是很衰 因為小優 我變小王了 什麼東西啦 什麼衰 超衰的 那時候我是在家裡嘛 然後就是收到小優的電話 然後欸 小優怎麼了 她就一定 那個聲音已經有一定在哭的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就男朋友出軌了 我說 男朋友出軌了 合理吧 喂… 你現在還是這樣子的 合理嗎 沒有人講出來啦 還要講 不是要講 可是我沒有人講嘛 我說你怎麼知道… 我剛剛畫了那個IG的線動 我看到人家在KTV裡面 牽櫃喔 我看到我男朋友的衣服在那邊 跟其他人沒唱歌 我說那你是想怎麼這麼做 趕快陪我去那邊 然後呢 我們到了那邊 我如果開門 看到我男朋友 跟其他女生在互動 我就可以直接罵他 還可以跟他說 我旁邊有個帥哥 你要玩我也可以玩啊 我像所有的這個邏輯 還要配合他 我等一下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那麼瞎 答應他這個 怎麼瞎 答應他 你真的… 你是真的老朋友 而且我是有篩選的 謝謝… 因為我要找一個帥哥來氣他 什麼要夠帥要夠衰 才能擔任這個角色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想說立東 立東不行 然後找你耶 謝謝你 謝謝 好險喔 謝謝 他真的是你的恩人耶 真的… 好險喔 有記得 睡覺 有福報啦 你懂 有福報耶 對啊 是不是 好 OK 接著下來 是 女生有時候會很腦補 但是有時候腦補 結果跟通理一樣 事實就發生了 悲傷的小三經驗 同學說得很歡樂 但我覺得我的第六感很準 就跟那個神明一樣 神明還是要第六感吧 神明就是神啊 神明就是神 然後我就跑去算命 然後那個雙蜜師 那個雙蜜師就說 我是那個男生的小三 他有一個正宫這樣子 隔天我就去他家找他 因為我覺得可能會有什麼 雙蜜師 雙蜜師找完了 還去找馬師 妳有跟他對此嗎 我們又翻盤了 翻盤 對 雙蜜師又翻盤 對 女生有時候會很腦補 但是有時候腦補 結果跟通理一樣 事實就發生了 真的假的 玉婷嗎 對 妳要說妳爸爸再講一次是不是 不是 妳姐姐又夢到什麼了 沒有 這次是我 因為我之前有一任男朋友 對 我在跟他交往的期間 我就覺得他好像不是 一個很忠誠的人 不是一個很忠誠的人 對 感覺他就是 因為他就是突然就是 可能我們要出去約會 的前幾個小時 他就會突然跟我取消 或是就是突然無緣無故 這個是真的有鬼 對 我也覺得有鬼 但我覺得我的第六感很準 然後我就跑去算命 什麼意思 妳是說妳的第六感 神明的第六感 一樣嗎 神明還是要第六感吧 神明就是神 神明就是準 對啊 反正就是一樣 我覺得我的第六感一樣 然後我就跑去算命 然後那個雙蜜 那個雙蜜師就說 那個雙蜜師就說什麼 這個男生 他就說 我是那個男生的小三 他有一個正宫這樣子 然後叫我要趕快分手 不然就是會被爆出來 所以搞得半天妳才是小三 不是 對啦 是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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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啦 她不喜歡人家叫她小三 她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變成了小三 對 沒錯 可是她根本沒有想要當小三 沒錯 沒有 說來妳有 後來妳有去證實 她是真的有證供嗎 真的嗎 沒有 她就是 我就算了命的隔天了 我就去她家找她 因為我覺得可能會有什麼 蛛絲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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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有機師嗎 那到底多少 有機師嗎 蛛絲馬師 反正就是後面 她的電腦裡面 就是有跟別的女生合照 就是那個女生就是正宫 可是前女友啊 不是 妳有跟她對職嗎 我們有 翻牌了 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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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蛛絲馬師 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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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牌是去玩牌的時候 翻牌 翻牌是吵架 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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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還去拍照下來 就是純證據 沒錯 兩個字都錯耶 好可怕 我也被影響 妳應該也有這種 有沒有這種狀況過 有沒有這種 沒有就是有 我也是覺得 可能不是第六感 其實對方對妳的態度 其實大概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有鬼 只要態度有點怪怪的 就真的有怪怪的啊 怎樣怪怪的 就是可能常常找不到人啊 或者是對妳 不接電話 有沒有 或者是 或者是一直在那邊關靜音啊 或者是她的手機 一響就把它翻過來 對 真的翻盤 翻盤 翻盤 還有現在就是跟妳出去會用 我哪一口都一直都用 勿擾模式 沒有 可是有些人就是 只有在跟妳出去 會用勿擾模式 這很有鬼啊 勿擾模式超有鬼的 真的 她怕她那個手機一直來 跳出去 對 勿擾是不會響 不會響 對 我跟妳講我為了讓男朋友更誇張 我那時候也是覺得她有鬼 我說好啊 要不然妳對話記錄給我看啊 因為我就覺得她應該是 可能偷打給別人覺得 超扯 她對話就是空的 真實 三到全空耶 三到全空 真的超有鬼 這個此地無鷹三百兩 她說沒有 我手機重射了 怎麼辦 太慌了 超爛的耶 太誇張了 對啊 直接全空耶 不過我覺得女生有些時候 我必須要講 真的嗎 是有一點可愛的 對不對 那妳就會覺得 她想像力好豐富 她怎麼會想到那邊 其實還滿有趣的 她不會 生活比較有趣 只是不要太過頭了 對不對 不要說什麼老婆太太什麼 會 或者是我媽媽也會有小劇場 K媽有什麼好笑的小劇場呢 不要說什麼老婆太太什麼 我媽媽也會腦補 或者是我媽媽也會有小劇場 我媽會是那種 假如說那個吃到 吃飯吃到那個最後 就比如說剩下最後一塊排骨 還是什麼 她就會說 這個我吃飽了 我吃飽了 就別人要夾給她 你什麼 她就說我吃飽了這樣 對 然後回家以後就 這個排骨很怕算耶 那剛剛就是 那妳為什麼當下不吃呢 對 我就想說妳會夾給我 妳也不夾了 對啊 好可愛 你知道嗎 那我就覺得 可是妳當下就說不吃了 妳吃飽了 可是她就想要別人來做這個事情 因為她不想要當那一個 吃把東西吃完的那一個人 好像彈吃 因為怕被說吃太多 對啊 所以當妳越了解女生的心思的時候 妳就知道 越知道大家身邊要怎麼樣 跟她相處 對啊 男生體貼一點啦 我們加油啦 我們加油 這個想像力豐富不一定是壞 不是啦 也會造成生活當中 許許多多的樂趣 而且還有情趣的方面也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應該要好好珍惜啦 麥可哥 你怎麼好像一副不以為人的樣子 你怎麼好像一副不以為人的樣子 都做Ending喔 你在旁邊那個臉 很棒啊 在那邊我在講他一副就 來… 講得很好啊 對啦 完美的Ending了 對 很好 講得都對 很好 好敷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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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衍喔 敷衍鬼 祝福Michael哥跟皓如姐 這個婚姻也是長長久久啦 好不好 沉溺在這個幸福的小劇場裡面喔 今天又謝謝大家 謝謝了 拜拜 拜拜